虽然桌球男团输给德国 但是小林同学林荫茹表现出色 他成功报了先前 同牌战输给奥恰洛夫的一键之仇 尤其神救援的表现非常精彩 看见小林同学林荫茹自信眼神了吗 在东奥男团八强赛上超精彩一战 他赛度对上让他跟同牌插身的 德国强敌奥恰洛夫 但这次不一样 桌球王子报了南单同牌战的输球之仇 在南双五点对战上 第二点以三比二击退奥恰洛夫 林荫茹在全监包含他的队友同为大前辈的庄志渊 不再像过去一个人的武林风格 也给小林同学一些建议 是我们三个人有没有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注意这次的对手什么内容 林荫茹这场团体八强赛 等于有两个大前辈陪着 相比上回同牌赛碰上奥恰洛夫 打法变得更大方 顶着球挥出那刻更有自信 整场比赛很紧张 但他已能从容不破 反倒是看的人比谁都紧张 怕口号不够力还要加上打鼓 乡亲们不光替云茹 也替陈建安庄志源打气 其中庄志源跟透露 在这场奥运结束后 会先拼完年底的市井赛 但后续是不是会再打奥运 有可能这已经是最后一次 虽说最后咱们桌球难谈 没能得牌 但教练很肯定大家的默契 尽力而为享受比赛 也跟国手们说声辛苦了 对于夜市英文简大臣 学过林瑞综合报道 又有英雄反台勇的奥运银牌 创下记录的安马王子李志凯 今天载玉归国 信了很多粉丝到机场 那欢迎不调迎接偶像 再度征战回国 但这一次身上多了这一面 亮眼的奖牌 奥运银牌 还有可爱吉祥物 体操选手李志凯 瞬间变成人形立牌 不管站在机场的哪个角度 所有人都想跟他合照一张 但疫情期间 想跟中华队选手拍照 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李志凯也贴心的退一步 而这特别的合照角度 真的是2021限定版 回国的第一件事 最希望的当然要先回家 毕竟出国前 李爸爸身体出现状况 让他好担心 幸好病况好转 然后备阵一整年的汤马士回旋 难度6.7的动作也完美呈现 完美落地 拿下最佳成绩后 当然李志凯还要继续征战 接下来的亚运 以及放眼2024巴黎奥运 19年的练习终于如愿拿下武环殿堂的奖牌 李志凯也说还要继续挑战 但最重要的是 跟教练拟定训练计划 让自己的成绩更上一层楼 TVB新闻 廖宗晴 谢伦 SN小组 桃园采访报导 国手们凯旋归国 其中跟耶恩小S女儿 撞脸的体操选手 洪元席 是否要得奖的选手 去干妈家去聚餐呢 他尴尬回应 会继续努力 有点害羞 踏进国门 挥挥手 虽然脸上戴着口罩 但骄傲喜悦 还是藏不住 三号下午 在一批台湾好手光荣回国 除了竞技体操队选手 还有拳击队的陈念琴 吴世宜 教练陪练员们 一回到家 就受到热烈欢迎 这个舞台真的得来不易 亲吻这个场地 我要感谢的是 所有支持我的人 我要感谢自己这么坚强 回想到当时比赛结束 亲吻赛场地板 还是满满感动 拳击女王陈念琴 这次二度扣关奥运 进到八强 虽然无缘晋级 但已经突破上届的最佳成绩 拳击队更已经开始 为巴黎奥运做准备 至于同样也是拳击女将的吴世宜 年仅22岁 首次征战奥运 成绩也不逊色 但受访时有些哽咽 虽然没有到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获得獎牌 或者是就是前进更好的名次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另外也是第一次 站上五环殿堂的红远喜 除了感谢大家支持 她撞脸了艺人小S的女儿 也是焦点 被问到要不要跟干妈小S说什么 远喜尴尬这样说 我会继续努力 台湾选手在这次东京奥运 频频写下新历史 选手们斗志满满 回到家好好休息一下 下回再继续披战袍 TVBS新闻 廖宗庆 水运天SNG小组桃源机场报道 世界排队第二被视为空手道夺牌热门的小清新文资云 后天即将登台 首都进军奥运最高殿堂 她的心情亢奋 全力备战 要发挥灵力攻势 汉溜夹背对镜头灿烂微笑比个赞 空手道精灵 文资云已经准备好迎战奥运了 会场还有播放影片为她加油 让文资云好感动 录下po在IG动态 奥运出体验 好多士奇 超惊奇 冬奥专属冰棒 只有选手吃得到 不过面对美食 文资云想吃得先忍忍 等过棒完赛后才能享用 出国前 激励训练扛起200公斤 真的超猛 这届冬奥地主日本 首次纳入空手道项目 下届奥运难再登场 排名世界第二的文资云 拿过两面亚运金牌 和世锦赛冠军 这次奥运肯定得拼 每一天的训练 都等于是在倒数 越来越靠近这个比赛这样 我自己就是想办法 把它做好 教练透露 文资云体重距离标准 只差0.5公斤 只要控制水分摄取 应该能过关 台湾除了空手道还没登场 另外田径项目标枪 郑兆村黄世锋 同样令人期待 郑兆村他们都是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所以他们的心情 应该都是比较兴奋 也期待做 又好的成绩表现 就是被基于 希望说一定会拿到奖牌 那当然就是 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拿到奖牌 人称黄金右臂 郑兆村 8月4号将首度登上奥运赛场 如果接下来稳稳发挥 丢到自己创下的亚洲记录 91.36公尺 很有机会真牌 而黄世锋 今年最佳记录是85.03公尺 在所有的选手中 排名第12元 目前两人在日本训练都很适应 能不能直出更好记录 就看奥运这一把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那虽然排名13 无缘夺牌 但台湾蝶王冠红 成绩突破了国内纪录 给自己打80分 年仅19岁 他能期待锻炼的更强大 瞄准下次的巴黎奥运 我就是想赶快练习的 东方大赛后 反台隔离被称为蝶王的王冠红 迫不及待出关再练习 这回200公尺预赛 游出1分54秒44 可惜决赛1分55秒52 总排名第13 无缘夺牌 但已经打破国内纪录 80分吧 80分怎么说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加强 然后不管是用技术上也好 体制上也好 心态上也好 都还不够强大 坚强实力已让各界刮目相看 冠上台湾蝶王之称 王冠红韩系欧巴外形 全粉无数 场上帅气英姿 更多了不少王太太 你自己的理想型 大概是什么样子 操作的话就好 戴眼睛就好 不用 我喜欢很多 但是不一定要会有 那我才能教他 不过教练早已宣示主权 在达成目标之前 王太太们得再等一等 每个赛事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去做 做好冲准的准备 然后不管是 现在上来好还是进入上来 晚上有的比较好 所以如果往后有一些大比赛的 赛程是在早上的话 我们可能会针对这个部分 在做做调 他能做出自己最高成绩 就是表现已经很好 然后看他平常 也是做个努力的训练 我就也蛮感动的 格格成了王冠宏最佳后盾 一路看着他迈向运动界最高殿堂 年仅19岁的王冠宏 首战奥运 亮眼表现 未来的前途大有可为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又即将增强为台风的热低压 恐怕影响台湾 最近的罕见是在台湾海峡的南部 是直接北上进逼 没有中央山脉的屏障 民众担心会成为三年前 823水灾的翻版 在高雄古山的气象观测站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飞机头的方向 就是朝着西南方 也就是现在吹的就是西南风 而在广东海面的低气压 现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很有可能朝台湾 西半部前进 西南风吹拂 西子湾出现长浪 打到堤防 见起白色浪花 这一波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三号晚间 可能发展成第九号台风 卢比 热带性低气压 将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增强为侵度台风 它的移动方向 短时间是以较偏东的方向移动 之后会以偏北的方向移动 常见的台风 大部分都是从东半部登陆 而这次南海这个热带低压 可能从西往东再往北 少了中央山脉当屏障 台湾西半部便迎封面 风雨不容小觑 像是民国48年的八七水灾 还有107年的八二三水灾 就是在东沙岛 以及南海附近海面 形成的热带低气压 范围大小 它的行进的路径 如果比较靠近台湾地区的话 都会造成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形 八二三水灾 相信不少人记忆犹新 下超过一星期的雨 中南部多处淹水 还有车灭顶 我们西半部这边登陆的台风 在我们台湾地区来讲 比例是比较少的 我们统计过去110年来 从这个方向过来登陆的台风 其实占了13.3%左右 气象群说这个热带系统 周四到周六最接近台湾 路径强度要密切观察 这几天东北部中南部 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 必须慎防 TVBS新闻林一邦黄小琪 高雄台北综合报导 但好雨已经存在 虽然彰化暂时停歇 但是有湖三合院的住家 根本笑不出来 因为整个泡在水中 成为大食堂 还苦笑是干脆养鱼算了 明明没什么玉三合院前 却积满了水 成了一座小池塘 整个厨都这样 整个都应该这样 油腰底了 腌道跟人小腿度一样高 这里应该比较高 你刚才还比较高 所以也都比较了 屋主艰难走进屋内 半个马桶泡在水里 所有家具都遭殃 整个屋内湿搭搭 厨房客厅卧室无疑幸免 这就位在彰化 现身港乡的三合院 因为前一天洒豪雨 家里开始淹水 但是隔了一天 雨都停了 积水却退不了 屋主说因为四周的房子 地基越盖越高 这里成了最低洼的地方 一下雨就淹水 以前隔一天就排完了 没想到这次的雨 来得又急又多 排不出去就连电器 来不及电高就泡水坏了 屋主只能无奈求助明代 希望能把水先抽掉 乡长听到屋主新生 除了帮他排水外 也将看看是否能申请补助 改善排水系统解决最根本问题 幸好隔天只下起小雨 没有再增加屋主的灾情 TPBS新闻城志中 许立凡料凡一 彰化采访报道 再看的是血的教训 看一眼代价竟然 头破血流 新北的被害男子在超商 疑似看了嫌犯一眼 结果呢 在路边滑手机 是够惨遭铝棒攻击 造成多处撕裂伤 凌晨十二点多 骑楼静悄悄 回一南却手拿棍棒 直直往前走 看到有人坐在路边 滑手机 进冷不防的朝他攻击 双方拉扯成一团 被害人手无寸铁 想要拦阻却无从抵抗 被打得头破血流 全身是伤 前犯犯之后 丢下伤者快跑回家 前前后后不到三分钟 警方调查在案发前一刻 其实双方都有到超商买东西 疑似眼神有了交汇 没想到双方就发生 一点串冲突 在这边消费 他可能是人家看他一眼 然后他就消费回去 他根子头破很严重的样子 全身伤痕累累 事后到派所报案 指控这样的行为实在太夸张 警方丢一监视影像 查出动手男子就住在附近 依照被害人的描述 迅速找到人 更发现他在动手之前 就拿着棍子 在便利商店晃来晃去 把店员也给吓坏 根据超商的店员 跟他被害人的口述 然后就大概得知 应该是住在附近的 一个民众 所以我们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发现这个 确定这个男子的身份 46岁流行嫌犯到案之后 向警方公车不满 有人看他一眼 还讲了一句看什么 气得跑回去拿铝棒 但这一下又一下的袭击 把对方的头部 脸部和背部打到多处撕裂伤 坚持提告 刘新男子如今被法院判处 拘役两个月 双方并不认识 疑似就是一个眼神 一句话 引发不满 回头算账 半夜出门买东西 快快去快快回 别让眼神的交流 成了冲突的导火线 TV队长黄敬人 李杰新北市场报道 新北有个夜市停时场 发生三秒交换 钥匙孔的恶作剧 警方发现被害人 跟探位老板很熟 常去帮忙 不拿钱 导致员工误以为 工作要被抢 才会报复 深夜凌晨 这名穿蓝色短裤的男子 鬼鬼祟祟 出现在停时场里面 目标很明确 就是停在路边这辆机车 他从口袋拿出工具 站在机车旁边 低着头 没几秒钟 就匆匆忙忙 离开现场 身影却被电眼拍了下来 原本以为 他是偷车失败 怎么也没想到 他只是来搞破坏 车主来牵车时 发现钥匙孔 怎么样也插不进去 一看才知道 原来里面被人 灌入三秒交 最外层的磁石孔 甚至已经被交完全封死 机车也无法发动 被害人来牵机车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钥匙孔 被人灌入了三秒交 掉越见证器 看到这个身影 马上就知道对方是谁 但却不记得 曾经看他有过 任何恩怨 地点在新北市树林 新人花园夜市 旁边的停车场内 出来车主报警之后 警方以电眼追人 才知道犯案的 竟然是认识的人 原来这名35岁的 连性男子 是夜市内 套圈圈探位员工 而赖性被害人 是熟客 和老板交情好 常常过来 无偿帮忙 连性男子担心 可能会危及到 他的工作 越想越不满 才会在深夜 找到对方机车 灌三秒交 破坏车上的钥匙孔 警方事后调查发现 连性嫌犯 和赖性被害人 疑似走在台湾上 受诚有纠纷 但明明只是来帮忙 不拿薪水 却被误会 抢工作 对方暗中报复 两人也彻底 结下心结 TVB的新闻 讲究关系 新闻手头 奥运金牌男双 李扬跟王麒麟 成为台湾之光 有设计师画了一张 不眠不休的 齐扬配 那么却被指控侵权 设计师随即道歉 强调 有立刻购买版权 台湾羽球 林扬配 王麒麟和李扬 夺得男双金牌 圈粉无数 隔天设计师 蒋梦芝 更在脸书 PO出一张 灿效图 声称这是自己 放下所有加班工作 不眠不休化的 甚至画到手快抽筋 却被眼间网友抓包 疑似没购买原图 就进行描图 引发争议 脸书靠北 设计师粉砖 网友列点之一 江梦芝 PO文中写到 图片购买自 GETI MAGIS 但网站点开图像 是无许可授权 必须跟专人 取得联系报价 再看GETI MAGIS 浮水印位置 和江梦芝 设计的图 浮水印位置 李扬T恤上的logo 跟王麒麟的领子 接触 网路上也有网友 亲自示范 何谓自动描图 只要选几种颜色后 再做调整区间 让电脑自动算图 整个速度只要几十秒 你对大众所传播出来的 讯息就是 画图好像蛮简单的 我们的价值 整个就会被 一分不知道的民众 像他抹灭 江梦芝时候 也在脸书两度道歉 解释自己是用 Photoshop笔刷 一笔一笔画 才会花比较多时间 而浮水印是测试时 留下来的 完成后 有立刻去买版权 很抱歉 因为不眠不休 或一笔一画 用词不当 造成误会 让大众误以为 这是我从无 到有绘制的作品 深感抱歉 以后会更清楚 表达语义 而记者留言 联系江梦芝 他在截稿前 没有回应 不过这其实并非 江梦芝第一次惹出争议 当时被发现 15图设计 是从国外图库买的 这次又再现 道途遗云 也让江梦芝 再度成为新闻话题 TVS新闻至少张卫贤 台报道 请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